我是赵少康 欢迎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 台北股市现在涨125点 美股昨天其实不好 是跌的 不过台股是涨了 可能跟巴菲特去买台积电有关系 所以你看果然台积电今天就涨了4.15个百分点 涨了18块 巴菲特都买了 所以台积电就涨了 其他股联发可以跟着涨 其他股其实并没有 个股没有特别怎么好 连电涨了一点 我想主要还是就是台积电 好台股现在涨131点 台股昨天涨了167点 涨了1.19个百分点 美股道琼跌211点 跌了0.63个百分点 纳斯大人跌了1.12个百分点 SNP500跌了0.89个百分点 费成贸的跌0.97个百分点 欧股三大指数英国涨比较多 涨0.9个百分点 法国小涨0.2个百分点 德国中涨0.62个百分点 台股现在涨135点 天气 11月15号 明天11月16号两天 东北季风减弱 北北基今天温度是21到27度 降雨距离10到40% 陶珠苗20到28度 中张头21到30度 云加难20到29度 高平是23到30度 降雨距离在四区都是10 宜然21到25度 降雨距离70% 花莲2到26度 降雨距离50 台东22到27度 降雨距离50 外岛17到25度 降雨距离10到50 所以西岸南部还是蛮高的 中张头以南都是30度 差不多 那宜北27到28度 其实差不多了 降雨距离也都差不多 这个几乎在西岸都是10% 已经不下了 那在东岸台东比较高 27度 降雨距离东岸高一点 超过一半 所以今天晚上水气会通过 西岸局表示 今天15号东北季风减弱 但水气跟云量还多 吴德荣说呢 明天下午开始到礼拜六 东北风减弱天气好转 明天下午到礼拜六天气好转 礼拜天礼拜一 随即增加被台湾稍微降温 还好 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这个季节应该是 台湾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的时候 4月跟11月 我认为是台湾最好的季节 秋天嘛 秋天好啊 秋高气少 然后呢 另外就是春天 也不错 再来 真的到12月1月又凉又冷 美国通膨降温 Fed副主席说 可能很快就会放慢升息步伐 美国日前公布10月 通膨数据低于隔渠预期 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跟其他官员 本月表示升息还没有完成 但速度可能放缓 就还会继续升 但是不会那么快 Fed副主席布兰纳德14号宣布 联准会可能很快就会放慢升息的步伐 法新社报导 美国消费者物价显示出缓和的迹象 联准会先前已经四次连续大幅升息 让经济降温 那布兰纳德说 通膨率依旧徘徊在这几十年的最高点 所以联准会还是有升息 以及平易高涨物价的方面 有更多的工作还是要做的 并没有一次就停了 美国十月通膨回落幅度超过预期 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7.7% 低于9月的8.2%增幅增加的幅度 根据市场期货的定价 投资人以加强压注Fed在12月的升息幅度 将缩减为2码 缩减为2码 基准利率会在2023年中升到4.9%的高峰 他们认为不会超过5% 之前预测是5.5%还有人讲 那他们认为不会 而且12月不会三码了 就两码了 意思是这样 联准会今年已经六次升息 但最近越来越多人主张 未来几个月应采取较小幅度的升息举措 主张的人也包括联准会的部分官员 布兰纳德副主席强调 转向较慢的升息步伐 可能很快成为合适的举措 他说最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通膨数据表面 我们非常关注的核心 个人消费支出指标 也可能出现一些下滑的迹象 不只是家庭消费 个人消费也可能稍微下降一点 台股现在涨165点 美国联组会升息这么快 国内央行所不照进 专家说小心输入性通膨 人家都涨了 你搞不好物价进口都涨了 受到美国晶片法案 中美贸易摩擦货币紧缩政策的影响 压抑全球经济发展 间接抑制台湾出口跟投资活动 使经济动能缺乏 学者提醒 就业市场恐怕会受到波及 下行风险增加 同时出了美国一万 汇率朝贬值的方向 将面临输入性通膨 另外一波蹂躏 因为我们汇率贬了 台币贬值了 所以你进口东西就贵了 所以只要找点阴影 今年三月开始 美国联准会想要赶快打通膨 六月到十一月开了四次会 连续每次升息三马下门药 升息了3.75% 联邦利率已经到了4% 肯定要注意了 就是说国外这样也会影响到台湾 联准会他这边讲的是 目标是5.25%利率 不过刚讲说他们认为最久 最有可能到4.9% 就差蛮多的了 国内房地产泡沫化 隐忧日增 买方市场抬头 溢价空间增加 量缩价稳 另外部分的叠价 因为中央银行已经四次选择性 信用管制措施 强化银行的受信风险 另外银行建筑贷款 购买住宅贷款的成长也慢了 所以这些利率上涨 有抑制到房价 银行也在考虑 未来这个房子可能会叠价 贷款层数会缩减 房市的交易最近激动 所以这都是经济影响到各种状况 台股现在涨161点 好 那么拜习会落幕 今天中史联合的头版都在讲拜习会了 美中同意恢复合作什么的气候变迁 我早就讲说这个气候变迁是 因为它这是一个道德的题目 它也是一个实际的题目 地球的确在暖化 虽然有人不认为了 那这也是个道德题目 你说你都不理 那就会被人家谴责的 美国总统拜登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巴黎岛会谈之后 美国白宫表示 先前北京方面暂停了美中因应气候变迁合作 将会恢复 但这个对他们来讲 其实是最不敏感的 这两个大国产的污染物 大概全世界三分之一 美国占20% 中国占12% 就是温室气体 法新社说呢 8月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 当时北京当局愤而暂停 跟美国之间的因应气候变迁合作 取消跟华府连串谈判 并且撕毁合作协议 内容包括对全球暖化问题的因应 不过在印尼巴利 拜登跟习近平会谈之后 白宫表示双方已经同意 恢复对应应对跨国挑战 白宫在声明中说 总统拜登强调美中必须共同努力 因应跨国挑战 包括气候变迁 以及减免债务等等 全球经济稳定 卫生安全及粮食安全这些事情 中国外交部发出声明 透过中美协调合作促进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复苏 因应气候变迁解决区域问题 都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美方声明中说 两位领导人同意授权 高阶官员保持沟通 深化努力 不是说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马上就要去访问大陆 双方同意 让高阶官员 然后以后继续沟通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你两个大头 其实能讲的 虽然讲了三个多钟头了 但是还是有限 中间还要翻译 什么等等 而且他们那个会场 你看看 好大 那个会场很大 然后两边那个桌子很远 我觉得这种会谈 就很形式化 你不觉得吗 都是先讲各自的立场 你的立场是什么 我的立场是什么 因为他很难 很比较怎么讲呢 很难比较亲近的 亲密的 像人一样的在讲话比较难 对不对 他那么桌子 你看那桌子一排九个 八个都戴口罩 只有习近平跟拜登不戴口罩 然后中间格那么宽 这么宽 讲话怎么讲呢 平常有时候吃饭 有些餐厅那个桌子很大 做二十几个 那就馒头吃饭好了 最多跟你旁边人讲的话 你跟对面讲话都很吃力 那他这个好大那个桌 所以很多东西 大家就事先就都已经安排好了 拜登在拜习会后的记者会 拜登说 我不认为中国大陆企图 立即入侵台湾 没有立即的危险 我也不认为立即 那但是老美常常讲 什么立即立即 这个什么 还有老美还有将领 说今年的 你记得吗 我说怎么可能呢 今年老公说打台湾 对不对 他还搞那个二十大 这刚开完 将来还要开一中全会 这个说来打台湾 不是很奇怪吗 就说我们稍微了解两岸之后 这不可能的 但老美那个将领还言之早早 我是超超康 欢迎你回到超好康时间的现场 台北股市涨167点 拜登在拜习会后开记者会了 他们现在没有联合公报了 就是说并没有说大家有一致的同意什么 以前这种元首见面 双方可能都有一个联合公报和共同记者会 他们现在也没有了 各搞各的 就表示中间很多分歧 只是各说各话了 就看那个开会好像很隆重很盛大 但是呢 就你讲你的我讲我的 而且我也不相信你讲的 你不相信我讲的 那这会后呢 也不必合在一起开什么记者会了 各搞各的吧 就这意思 拜登搞他的 他不认为中国大陆想要立刻入侵台湾 就说并没有说中国大陆不入侵台湾 没有这样讲 是说没有要立刻入侵台湾 换句话说呢 将来还可能入侵 只是不是现在 意思是这样 那不是那种斩金解决 不可能啊 怎么可能打台湾 不会呢 不没有这样讲 只是不可能立刻企图入侵台湾 那这个立刻是多久 那这个看你怎么讲 这个可长可短 那拜登在拜祭会后强调 不认为中国大陆有立即入侵台湾的企图 美国在台湾政策不变 期望见到台海议题和平解决 但他也亦有所指的说呢 跟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相比 美国在经济跟政治上 更好的准备 引以全球局势的变化 那个拜登跟这个记者说 他跟习近平谈话的时候表示 他们两个人就双方的意图 跟优先事项 进行公开坦诚的对话 习近平清楚 美国将捍卫 美方的利益跟价值观 促进人权 捍卫国际秩序 并与盟友与伙伴同在 就是美国的讲法 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利益 美国有美国的利益 有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我们重视人权 我们要捍卫国际秩序 这是他告诉习近平 拜登说 美中将会激烈竞争 但美方并没有寻求冲突 希望能够负责任管理竞争 确保每个国家都遵循 国际的规则 台湾问题 拜登重申美方 一个中国政策不变 反对任何一方面 片面改变现状 将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美中应在力所能带的范围内 共同合作解决 需要每个国家都尽其所能的 全球挑战 就是拜登跟习近平说 我们还是主张一个中国 不支持台独 反对任何一方面 改变现状 要维护台海和平 拜登跟习近平同意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将访问中国大陆 跟进各项讨论的议题 媒体问拜登 中美是不是可能避免 步向新冷战 拜登说 他相信不会有新冷战 他跟习近平坦诚相待 记者问他了 中国大陆是不是 最近可能入侵台湾 拜登说 不认为中方有任何 立即进入台湾的季度 至于长久 那长久归长久 但至少我看不到 现在还要打台湾 意思是这样 拜登向习近平明确表明 美光美方对台政策不变 维持国王立场 美方希望进到两岸议题 和平解决 拜登告诉媒体 永远不需变成军事行动 我确信 习近平完全理解 我在说什么 这个当然比较重要的是 拜登上任总统以后 第一次 两年了 都其中选举了 才跟习近平会晤 拜登当副总统的时候 跟习近平有过多次接触 那记者问他 说你过去跟习近平接触 他过去跟现在 到底是这个人有没有变 是变得更加强 要对抗 还是愿意妥协 拜登说习近平 与过去一样直率 他也认为 习近平愿意在某些议题上妥协 这讲话 没讲了 不过一直就说 表示我对他了解 没什么变 讲话很直接 很直率 因为这种场合 讲话不可能绕了圈讲 没多少时间 然后要讨论那么多话题 如果你绕了弯讲 而且可能会误会 可能会引起误会 就是我要主张什么就讲 比较容易引起误会是日本 跟日本人讲话 你搞不懂他自己想什么 我就听老美讲说 跟日本人讲话很累 他说yes 那中间可能是no的意思 你要听清楚 他到底什么意思 他可能不愿意当面拒绝你 他也不会say no 他就说yes but yes后面有一堆 所以你要听那个后面什么 而不是往嘴巴讲yes 老美听也是 他说约yes 我是超康 欢迎你回到 超少康时间的现场 背故事现在涨188点 今天的媒体都在报导 其实昨天晚上就开始报导 拜登跟习近平的见面 因为拜登事先就讲了 我们要看双方的核心力是什么 红线是什么 拜登就一直跟习近平说 你放心了我们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变 你不能对台湾呢这个胁迫了 习近平呢就告诉拜登说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 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你要搞台独那对不起 你要让夏威夷独立吗 你要搞台独那对不起 就没有什么和平 你们天天讲和平和平 你一方面讲和平 一方面就要再怂恿台独 那拜登说 没有没有没有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 美国反对任何一方面片面改变现状 不过这样讲 你到底要讲谁 因为美国一直讲说是大陆片面改变现状 那另外他也不认为有新冷战 刚刚记者问的 美国我很清楚地表示 很清楚告诉习近平 我们的台湾政策一直都没有改变 我们希望看到两个问题能够和平解决 他说我相信习近平一直明白我在说什么 那习近平呢一再强调 台独跟台海和平的稳定水火不容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就是我的核心利益 我有好几个核心利益 但是呢台湾是我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利益 那中美关系我们有 台湾就是政治基础 是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为什么这样讲 他这也不是乱讲 就是当年 当年这个季辛吉安排尼克森去访问道路的时候 其实他们重点就是谈台湾问题 这就是很简单 就是他不可能同时 你美国要跟台湾好 要跟他好 那道路觉得现在什么意思呢 你要不然就跟他好 不要就跟我好 所以那个时候要求很多都是在讲台湾 他们谈了很多跟台湾有关的事情 所以中美开始谈 开始建交之前谈的 台湾都是一个满核心的一个基础 所以他才讲说 是中美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不可逾越的红线 习近平还说 你们要言行一致 你要恪守一个中国政策 跟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你讲过不支持台独 也无意把台湾作为谋求 对华竞争优势或遏止中国的攻击 希望你承诺 而且落到实处 就是你要真的做到 我讲他们现在不信任 就是说老美嘴巴这样讲 说我不支持台独 但是呢 从中方的角度看 那你在下面搞些什么呢 你不是就搞了就这个东西吗 然后我们的总统府 或者外交部也很有意思 外交部就回应 一定要回应 外交部就说 总统府 总统府很高兴看到 拜登重申美国的一贯立场 而且反对片面改变现状 跟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行为 表示台海的和平稳定 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望 台湾很有意思 我们也就从拜登的讲话里面 挑了一段出来 希望和平啊 稳定啊 不要偏偏改变现状啊 就讲这些 其实习近平跟拜登 讲的重点就是 不支持台独 台独跟台海和平稳定 水火不如 拜登的回应也是 我不支持台独 那你民进党政府 蔡英文只要说 我就没有要台独啊 不就解决了吗 我没有要台独啊 你们天真 台独来台独去 台独来台独什么呢 我根本没有要台独啊 那民进党不是常讲吗 台湾早就是一个主权队的国家 独立的国家 它名字叫中华民国 我是中华民国 我没有要台独啊 我没有成立台湾共和国啊 讲这话会死吗 就是不肯讲 蔡英文从头到尾 从来不 人家那个两个大国为了你这个 在那边扯过来扯过去 我们就我们很高兴 拜登说他这个 美国的政府的一贯政策 等等等等 就这样 他心里想的还是台独 他只是不敢说他 他只是现在没有能力说 他要搞台独 他心里想的还是这个东西 而且他靠这个东西才有选票 其实就是这样 这东西就是 因为他是很情绪或情感的 你老共 你知道每天在外交上打压台湾 然后当然很多人心里是不爽的 我想没有人会爽 你到国际比赛也不能奏国歌 只能奏个国籍歌 你说谁会高兴的 其实不会的 只是有的人知道说 国际的情势没办法 这是没办法 你要参加你就好不好委屈一点 有的人就说我不要委屈 我宁可不参加 类似这样 台湾是有不同的看法 有不同的立场 是是的 当然你也可以很情绪来打 也可以说和平很重要 这是一种选择 他的情势就是这样 形势比人强 你没有办法 只是说 他的事实摆在这边 你现在很难读 美国也不会支持 他就讲了不支持 他私下赏荣你一下 叫你去闹 可能会 你真的读了 台海和平对美国还是最大的利益 台海真的战争 在德国昨天不是讲 台海战争比俄乌战争 对全世界影响大了 对全世界影响对美国也影响了 美国不可能都是捞到好处了 而且都变化很大 你真的不知道会怎样 你以为你捞到好处 结果不见得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呢 台海和平对美国也是好的 我是赵小康 回到赵小康 现在现场台北股市 现在大涨200 197 刚202 涨197点 巴菲特了 是去买的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今天涨很多 台积电今天涨了 24块到现在涨到469 之前我好像最低还到了380 涨了24块 涨了5.39% 连发可以跟着涨了3.58% 涨得不错 好 说拜习会 当然这个事情 引起大家很大的注目了 那他们也说 反对在俄乌战争用核电 用核子武器 不是核电 核子武器 习近平 他们也讲 说我们作为中美两个大国的领导人 要起到把舵走定向的作用 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 这种东西 大家开幕的时候 他们开场的时候 握手8秒 也引起大家的注意 就是说 这两个是老朋友了 而且最近他又有新形势 习近平就连任第三任的总书记 那拜登这次民主党选的还可以 那比预期的好 所以好像两个都有一种 重新出发的感觉 当然就是台湾现在比较担心的 就是他们两个大国一谈 把台湾利益给出卖了 最怕走 也不是第一次了 常常被出卖 好几次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说 你得自己要掌握 要把握分寸 你不能都靠人家 蔡英文现在是整个扒到美国 全部靠上去 怎么样都有点危险 那你靠久了 老美也认为你 你就是要靠他 而且他们还在 民进党还在美国去 跟美国人游说 听说还做了影片 就说国民党都是红桶 都是红的 都是要桶的 不符合美国利益 只有民进党是符合美国利益 国民党这些家伙都反美 他就断章取义 因为他现在有钱 他可以找游说公司 他也可以做各种引带 他可以去巴结美国的国会议员 国民党现在什么都没有 虽然说成立了一个 那个什么驻美的什么代表处 但是其实蛮空的 对不对 你三个月跑一趟 三个月跑一趟 你能做多少事情 所以那种工作就要 持续的做 天天做才可以 拿出资料给他讲 才可以 所以我刚刚就讲说 我刚刚不是乱讲的 就说 其实他们应该说服美国是 台海的和平 其实是符合美国最大的利益 台海的战争 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也许符合美国军火上的利益 但是绝对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所以老美不要以为说 台海打起仗来 打起仗来 对美国就好了 不是的 怎么会好呢 那所以你俄乌生生 真的对美国好吗 也不见得 那么老美现在已经叫 乌克兰赶快去谈了 去谈了 不要再坚持说 普丁下台才谈 乌克兰原来是说 普丁下台我们才谈 现在说普丁不会下台了 你赶快去跟他谈吧 所以到最后 没有一个国家 真的得到好处了 虽然他也许说 他的油可以多卖一点 那是少数人的 不是全美国 那这个油商 卖天然气的 可能赚到好处了 但是对美国来讲 你看整个通货膨胀 这样上涨 对美国人有什么好呢 并没有什么好 所以战争没有赢家了 战争真的没有赢家 那你自己看看吧 从一战二战一路打过来 哪个赢了 发动战争的谁赢了 没有 希特勒赢了吗 没有 日本天皇赢了吗 也没有 所以我觉得 国民党要想办法 这样去游说美国 跟老美讲 其实和平 才是符合大家的利益 那国民党希望 两岸和平有错吗 谁今天 谁要求和平 是有错的 我想老美听得去这个话 只是民进党在那边 一直让山风点火 很快 在美国 我现在有美国人 告诉民进党那边 做的事情 就每天就抹红国民党 他不是在台湾抹红 在美国也抹红 这个高宏安到底怎么回事 我觉得他之前那个论文什么是讲得很清楚的 他这个助理费好像有一点讲得不是那么清楚 他也讲了 他也不是没讲 但是呢 似乎没那么清楚 那你不要说什么自由时报的 民进党这些 清律的这些媒体 你不想看联合报今天的标题 移团滚雪球 冲击中间选民 打个问号 那中国时报更狠 中国时报的社论 叫做以同样的标准检验高宏安的诚信 这更狠 换句话说 我的意思说 这都还不是绿媒 都在提出疑问 那你这个绿媒不用讲 高宏安他说了 他说是立法院的惯例 延续之前办公室委员的制度 大家就很好奇说 之前是谁 我问了几个立委 他们说他们都没搞公基金 因为这个制度是比较特别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他被他的助理拿出来检举 这种事情都是自己的助理拿出来的 外面人怎么会知道 你怎么弄的 洗个杯子发多少钱 外面人怎么知道 不洗杯子 他这里面人出来讲 里面人是不爽 所有你看最近发生这些议员 被告什么坐牢的 什么都是助理去搞 其他人不会知道 所以要很小心 那他一定是 对助理可能不够好 助理不爽 如果整个立法院都是这个制度 助理就不会告他 你知道我意思吗 就一定说 有的人这个制度 有的人不是这个制度 才火大 假如都是这样 每个委员都搞这个公基制度 我告谁 我告你有什么意思 大家都是这样 所以我问了几个 为了费洪泰 赖世宝 等我问了好几个 他们什么 他没搞这东西 不是整个立法院的制度 我们休息一下 我是赵浩康 欢迎你回到赵浩康 现在费股市涨212点 刚讲这个高宏安 就是说他最近这个助理的事情 讲得不够清楚 他有他的解释 他的解释我也懂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从一个整体的大数据看 就立法院的助理 他有薪水 本薪有加班费 什么乱七八糟 那立法院有个预算 比如说这些预算 比如我具体来讲 我说立法院50亿 给这些助理费 那他说97%都被用光 就是每个人都去申请的意思 就是说 如果你只申请薪水 不申请加班费 你可能用不到97% 就是说每一个人都用光了 吃干妈净以后 大家都领了 你怎么在找我呢 问题是你在选举 别人没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没有立委 敢不给他的助理加班费 因为这是公家钱 公家既然编了 那立委的助理可以说 我也很辛苦 我礼拜天可能都要给你服务 对不对 为什么我不能领加班费 所以只要 要立委批 助理申请立委批就给 那我想没有一个立委敢不给 高华恩也不敢不给 都给了 所以高华恩说这是 过去就是这样 那昨天当然他一讲过去 大家都很好奇 那是谁 之前办公室的委员制度 而我是延续的 因为我也在想说 高华恩是一个新委员 他怎么一去立法院 就会搞这东西 他怎么知道呢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搞个公积金 然后呢 请病假扣多少小时 试下扣多少小时 不洗杯子扣多少钱 怎么叫 理督上你不会知道 当时我想说 那鸿海是这个制度吗 他是跟鸿海学 我想说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 我不敢确定 应该不是才对 他现在讲了 他说我跟前面的 办公室委员学的 那大家立刻就追了 那前面办公室委员是谁 叫李俊逸 好像就在选 嘉义 选哪里 反正李俊逸 那李俊逸昨天就讲说 不是我没有这样子 那他就跟谁学的 因为他跟李俊逸 还有一个助理 是同一个助理 就是人家用过的助理 他在用 那到底是谁给他 这样的建议 还有立法院 哪个委员 曾经干过这事 他最后提出来了 他说无成点 有新党的主席 无成点的助理 大概也被检察官找 或者没事 无罪 不起诉 那后来也有媒体说 他跟无成点的状况 不完全一样 等等等等 反正 现在搞得这个糊里糊涂 最重要就是说 其实这个事情 一开始我就讲 最重要就是说 不能是人头就没问题了 就是说 我的确有用了这些助理 这些助理的确有做事 他就是助理 现在出事的都是 他搞个人头 那个助理不是助理 知道这意思吗 就是说 现在出事这些议员 议员出事比较多 立委到现在为止还好了 议员出事都是 比如说 我现在给你多少钱 然后呢 你搞了一个人 这个人呢 其实根本没做 就挂他领钱 那就麻烦了 因为你是领的公家钱 就是贪污 这个钱呢 还给了委员用 给委员 不一定给委员 放到委员口袋里 他可能 立委也有出事的 我想起来 那他可能就像这种 做成办公室费用 选民服务费用 这也不行 就是你不能够 用一个人去虚报 然后呢 做别的用 是不行的 反正 基本上呢 就 这个搞得 好多是议员 都为这个被 坐牢了 被判刑了 此夺公权 坐牢很多了 那就是你不能是假的了 那现在别人 昨天骂他的 讲他的 就是说 也许这些 助理是真的 可是呢 比如薪水只有五万 怎么报个五万五啊 意思是这样 对吗 那就多了五千 这五千就变成公积金 要交到这个公积金来 那既然你薪水是五万 你怎么跟他 跟立法院申请的五万五呢 来扯这个 这个有没有罪 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比较模糊啦 就是这个立委 这个助理是真的助理 他可以说 他就是五万五啊 只是五千拿来做公积金 五万发给他 也可以这样讲 就看到时候 会不会 检查官会不会传他 会不会调查 他会不会讲 但是因为现在 实际上十几天 这个时候 检调不宜出动 出动人家会觉得 你是 在帮某一方来助选 反正 他大概没想到 高黄安是选个局 搞成 在这个助理费上 发生这些事情 那等于是现在 国民党跟民进党 都在打他 因为他现在的重要性 新竹其实没那么重要 虽然新竹高科技园区 但是呢 高黄安的重要性是说 他可能会变成 变成民众党 唯一的香火 就是柯文哲 本来台北市嘛 那台北市现在不做啦 那台北市 如果黄山还没当选 看起来 讲完几率比较高嘛 那柯文哲 就剩下新竹了 如果新竹是在没有了 柯文哲就没有了 根据地就没有了 那他2024要选总统的时候 你转个地方嘛 你不能是搞个基金会 当然也可以啦 但那个东西就是 比较威力比较小嘛 你有一个地方 那这个威力就比较大嘛 好 气候变迁 现在在开这个 Cup 27嘛 这个联合国气候峰会 Cup 在埃及 这次非洲 埃及的非洲嘛 北非 埃及的非洲第一次 那过去 最早在巴西嘛 那个时候我去了 那台湾说比去年升一名 到57 也很丢脸啊 我记得什么 好的 一共才63个国家 你倒数我们第7 而且有人讲说 你没有升一名啦 所以今年没有把乌克兰放进去 所以你是升了一名 如果乌克兰放进去 你搞不好还跟过去一样 那环保室就说呢 它评比的方式有争议 我们每次都说 你那个游戏规则有问题 所以对我们不利 反正你就不是很前面就是了嘛 他这个从缺一到三名 就是说 没有一个国家 让他们那么满意的啦 所以一到三名从缺 接下来就是北欧 你看基本上就北欧 丹麦瑞典 智利那么好 印度那么好 让我有点 有一点惊讶 那英国 菲律宾那么好 这个奇怪 当然有些国家 没有那么强的工业 会还不错 我知道 但是印度 印度那个空气 怎么好呢 印度你去 哎呦我的天 那个空气 简直是 人又多 但是 印度居然 排了第八名 让我真的有一点惊讶 怎么会那么厉害 比我们差的是 加拿大 俄国 南韩 哈萨克 沙特阿拉伯跟伊朗 那比我们差的 好 我们今天声音就到 谢谢你的收听 谢谢 拜拜 我爱 他爱 我爱 哎呦 嗯 我爱 我爱 我爱